畫面開始模糊了 阿嘎開始好像不太看得清楚自己在哪裡了 哈嘍大家好 我是阿嘎 又來玩Botato的周兄弟了 有玩友跟阿嘎說呢 想看看阿嘎打打看這個醫生啊 打出這種極致的吸血和再生的感覺啊 那阿嘎今天就來玩玩看 然後醫生這個角色的特點呢 就是他所有的攻擊都比較慢 但是除了醫療武器 會反過來再增加百分之兩百的攻擊速度哦 所以就是應該加起來就是加了 百分之一百的攻擊速度這意思吧 所以今天阿嘎呢肯定就是用這個醫療武器的了 然後還有就是就是醫生這個角色啊 他的再生的速度會加倍 所以我們今天應該重點就主要加那個再生 然後其次才是加加這個吸血啊 因為武器呢自帶這個百分之四十的吸血 然後如果他的吸有度越高的話呢 就會吸的越快 所以我們主要就加再生就好了 那今天就來玩玩看 然後我們用這個近戰的剪刀好了 為什麼要用近戰武器呢 因為阿嘎是主要覺得近戰武器 我們的我們的回血功能啊 比較有發揮的空間啊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近戰武器 然後我們也可以打的瀟灑一點 就是看到敵人 我們就直接衝過去撞過去就好了 因為我們完全不用擔心我們的生命值的問題 當然如果如果看到厲害的敵人還是要稍微躲一躲的 然後我們這裡再重選一下好了 然後我們先加這個近距離傷害吧 讓他的攻擊力高一點 高一點 然後後面打起來也順一點 猴子猴子先鎖起來 阿嘎蠻喜歡這個道具的 然後就好像沒什麼錢了 呃算了不選了 我們出發吧 然後我們今天主要要靠回血來打嘛 然後近戰也多堆一點 但是回血的 回血的話呢 就是我們 因為他的盔甲比較低啊 然後我們如果不靠盔甲的話 可能那個血量的波動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也也要加一下那個血量也盡量多加一點 然後早期早期我們加一下運氣好了 然後這個樹我也要鎖起來 再一把剪刀 然後我們要不要 重選一次 沒有那就先買了這棵樹吧 說不定早一點拿到這一棵樹 然後他就多送我一個箱子咧 然後我們醫生這個角色就是 特別特別就是 打的又快 吸血又猛 所以我感覺這一個角色應該是比較好打 比較容易打的一個角色 看到敵人就衝過去就對了 然後這裡我再加一下運氣好了 然後再加收穫結算 然後現在第四波了 然後我就不特意去重選去找那些武器了 然後看到的話就買下來就好 然後這裡我先拿點收穫結算好了就早期多拿一點錢嘛 希望後面可以 每一場戰鬥都多給我一點錢 然後看到看到生命 生命值我們也多買一點 然後看到看到生命值我們也多買一點 就希望後面遇到那些大支一點的敵人 攻擊高一點的敵人 那可以扛他多幾下 然後盡量就是在那個 就扛下來幾下 然後趕快把那個血量回上來 然後就不會那麼容易掛掉 不然如果生命值太低的話呢 就算你氣血再猛 也也很也很有可能暴斃 但是他感覺到好像那個攻擊力有點有點壓力 好像打的比較慢 我們要趕快多加一點那個 近戰傷害上去 畢竟第五波了 第五波 哎然後這些 啊又收穫結算 給我那麼多錢啊 沒忍住還是拿下來吧 攻擊速度有沒有近戰傷害 哎有了有了有近距離傷害了 哎然後有加運氣的 然後有加剪刀的 運氣還有再生 我們先拿運氣吧 哎然後運氣 拿運氣的的的道具 剪了我兩點的再生 然後在剛好這裡 補回來 哈哈 好了那就出發吧 其實可以秒殺小怪就ok了 然後其他大隻就是生命 生命值厚一點的 血厚一點的怪物 我們可以多捅他幾下 主要是小怪趕快打死他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精力留給那些 血量厚一點的怪物了 可以看得到我們現在基本上已經 不太會死 哈哈 所以如果不是有什麼重大失誤的話 應該暫時不會死 暴擊機率 和迴避 先不要 因為我不想他的範圍太低了 雖然是近戰武器 我們的 範圍還是高一點點會比較好 這個 然後這裡加傷害 好像也可以買一下 還有這個加敵人的 可以多賺一點錢 也可以 那出發的錢不多了 第七波 我們去找那種小怪物 哎找到了 哎那一隻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我們就不理他了 我們主要精力集中在打那些小怪 因為我們重點是賺錢啊 如果順路的話就把就把他殺一殺吧 哎我看到那個寶箱怪 我要追著他 寶箱給我寶箱 哎好了 又一個寶箱 哎這一波賺了快300塊哦 然後這裡有個加迴避加收穫的 我們就不要 因為他減我的近距離傷害 然後這個加運氣不錯 加傷害好拿一下傷害吧 然後我們加一下我們的生命值好了 太低了有點 第八波了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攻擊力如何啊 好像也不錯嘛 殺的挺快的 哎沒死掉 好像流頭怪也可以很很迅速的把他搞定 好像逐漸開始多了那些大隻的怪物 那我們還是專心的 趕快去把那些小隻的趕快搞定一下 首要任務還是要賺錢 這一關哎也賺了差不多300塊也還可以啊 然後這裡因為我們這人物 我們這人物主要就是他的 他的盔甲啊 他給你打打5折 所以我們基本上不用怎麼加他的盔甲了 哎又有一個異形 這個可以買下來 然後這個加攻擊速度 但是撿那個再生哦 那我們就不買這個了 再一個藍色剪刀 然後我們可以買一下這個 這個加吸血的 就純加的 然後一塊錢都沒有了 那我們就不買了 第九波第九波來戰前了 看這一關呢 阿嘎他能不能佔個五百塊 目標不高就五百而已 那我們前面好像有達了那個異形 有異形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多佔一點點 然後看到小怪 我們就完全不用擔心 就直接往他撞過去就ok了 就直到一會看到那些大隻一點的敵人 才要小心一點 哎寶箱怪我看到寶箱怪了 讓他走開了 哎好了搞定 看這一關到底能佔多少錢呢 我覺得應該五百塊是不成問題的 哎五百五 還可以還不錯 然後加一點點 反正都是送的 就直接拿吧 擊退 然後這個是有素材才會加生命值 我們就不要了 然後這裡加傷害 也ok吧 加一下 那紫色的紫色的也不錯 然後我們再加一下再生 我們運氣有六十了 就不用不用太拼命的去加他了 我們加一下再生 然後這裡有個傷傷心的番茄啊 然後一開始他會那個 那個生命值低一點 但是他加的再生蠻多的 那我們就直接買下來吧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我每一秒回的血 差不多到五滴血了哦 然後這個減那個吸血 我們不要 再看看哎又有一個異形 現在敵人非常多哦 然後這個我們也 一會再買下來 看看那個範圍 後面我們看要不要再加上去 所以打起來如果太吃力的話 我們就加一點 或者是準備打小boss之類的 我們再加回去 所以打小怪不用太太高的那個範圍 但是打boss的話呢 如果不想要太貼他臉去打的話 就可能要加一下那個範圍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看緣分好了 不過沒關係我們看緣分好了 一絲一絲就好 因為就算被他打到 我們馬上就去旁邊那些小怪上面 把血把血吸回來 就好了 然後這裡有一個讓敵人撿出的機器人 那就不要白不要好像也拿下來也可以 然後這裡有個加運氣的 好也加一點點吧 前面好像撿了不少 然後這裡我就加範圍吧 因為也差不多該打那些小boss了 第11波會出現大波敵人 然後好像要到第18波才會有那個小boss啊 那我們可能今天要打的小boss比較少 然後這裡有個圓具 圓具也是一個醫療武器的 也是近戰傷害 我們直接把它買下來 我們看看比對一下 他傷害值比較高 然後但是他冷卻時間還比較短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比較 比較好用一點的一個醫療系武器 剪刀 先買個打折券 然後我們的範圍又又掉到 掉到像沒提升過一樣了 然後這一關開始出現這種很硬的小怪物 然後其他敵人我們都都都還好說 就盡量就躲一躲這種 比較硬的就好 就不要直接撞在他身上 會比較痛 還有就是那種眼神的怪物 我感覺到這一關 可能會賺的蠻多的 不過還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血量 人為踩死 還是要小心一點 就還是要盡量留意一下那些 比較硬的小怪 哎才不擺多 前面還想說會比較多 然後這裡 我好像該加一下生命值好了 然後這個哎加經驗值 但是減一點點的吸血 那沒關係 近距離傷害 然後這個加運氣 好 那很奇怪 他每一秒加加二啊 哦不對 他可能是 就他他每每跳一下 可能是半秒跳一下的吧 我猜 我也不知道他是多久 一跳一下 他肯定不是每一秒一下 一秒跳一下的話 沒那麼快 我感覺我好像已經加了好幾個疫情了嗎 但是敵人還是不太多 沒有很多敵人 這種怪物的數量還是不夠看啊 哎這一波 佔不到500塊 那我們來看看 再加一下生命值好了 就比較穩一點 攻擊速度就沒什麼關係的吧 那我們再加 再加近距離傷害 一會打boss打起來會比較順利一點 哎然後這裡有個狂怒 狂怒這東西 就是這個道具我特別喜歡了 打敵人的時候 就是有機會會造成爆炸 敵人死亡時候有機率爆炸 然後就根據你的近距離傷害造成 造成一個傷害 然後我這個我是必須要買的 然後這個鎖起來 這個好像也蠻不錯 然後這個加範圍 範圍我也是要加一下 但是我優先先買了我的這個武器 好一會回來再買我們的急救包好了 再升加到40 不知道每一秒可以回多少錢 現在敵人是有機會爆炸了 有了這個之後 清理地圖上面的的怪物的時候特別的快 因為一個爆炸附近的的怪物也死了 因為一個爆炸附近的的怪物也死了 這裡小心一點啊 這裡又有那種出手怪 然後又有那種 大隻的牛頭怪往你衝來衝去 再加上一大堆的 遠程攻擊的特別煩 所以一個不小心被同時被好幾個攻擊打到的話 可能就就掛了 就要小心一點 衝啊最後幾秒了 哈哈 然後看看啊 這裡有近距離傷害 我們優先拿這個好了 然後運氣這回事很難 很難講嘛 然後這個加再生還撿運氣 然後我們現在每一秒 加了 7 7.5 7.5 低的血 很不錯哦 哎這裡有個剪刀 先鎖起來 好出發 但我感覺他有沒有變 就是回血速度有沒有變快 我也觀察不出來 因為阿高我也沒有計時 然後他同樣也是每一秒就是 兩滴兩滴這樣子的危險而已 所以觀察力比較好的網友 可以告訴我一下 有沒有回的比較快一點 我現在就不要去糾結這個 因為我太忙了 地圖上面這一把 這一波好多敵人了 小心一點 趕快回血回血 就是要小心一點 不要被那種遠程攻擊打到 雖然說不要 不要被他打到 但是有時候還是很難躲啊 好 有危險就有機會啊 佔了不少啊 然後這裡 從更少的血開始 一波迪襲 要不要拿呢 拿一下會不會很容易死掉呢 那沒關係吧 就再撐個幾秒 然後他就給我回上來了吧 就我的血量 然後我這裡我想說再加一下我的 攻擊力 還是加吸血好了 先加攻擊力吧 哎這裡有個紅色的攻擊速度 因為他的稀有度太高了 我就沒忍住就直接拿下了 哎這裡 因為這裡要先合成 這個鎖起來 然後這個我想要買一下 好了 出發了下一波 現在是完全沒有血量的哦 要小心一點 但沒關係 我們打這打這吸回來了 只要撐過了前面的幾秒就ok了 然後前面的幾秒通常是沒什麼怪物的 所以不用擔心 我們趕快衝過去把那些遠程怪物殺了 他們就發不出來他們的遠程攻擊了 只要攻擊力夠高 只要攻擊速度夠快 然後剩下就不用擔心了 我們一會可以看一看我們的紅色吸有度的 剪刀可以每一下每一秒 就每一下攻擊可以吸到多少的血 盔甲我們盔甲我們盔甲不用拿 然後我們繼續堆那個血量好了 就避免暴斃的那個問題 然後我們看看現在我們的剪刀啊 可以吸百分之七十一 啊我們還加了十一 就是他基本可以回 就可以吸百分之六十 生命窃取是百分之六十 然後現在七十多 基本上不用怎麼加了吧 哎有暴擊哦 我們看看第十十六波 然後我們要不要加那個暴擊機率呢 好像應該不划算了吧 因為要吸回來的話 我就要 暴擊殺死三百多個敵人 就算了吧 我們買這個 今天又放棄了 因為第十六波了 我覺得有來的有點晚就算了 那這裡加運氣加收穫 好像 一十六波 十六波算了 不買這個了 好了 出發了 這一波所有的敵人 基本上都可以秒殺 所以不用擔心 不過我忘記 好像後期會不會出來 那種大隻的敵人嗎 然後再加上 加上這種 總流怪給他的 爭議 可能就會很猛 所以我們看到的時候 還是趕快把他殺掉吧 加傷害 但是減攻擊速度 也可以 然後我們再加一下那個攻擊範圍好了 哎 然後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我蠻喜歡的一個道具啊 其實他可以在素材掉落的時候 然後把他們吸過來啊 我覺得可以買一下 因為我比較懶啊 然後我就 買下來吧 其實他加的 攻擊力啊等等的 其實沒沒什麼幫助 但我就蠻喜歡這東西 這個這個道具的 好啦出發了 因為不用阿嘎走來走去去撿東西了 而且阿嘎比較喜歡地圖上面乾乾淨淨 就把所有的經驗值都吸吸過來了 就不會浪費了 而且就最後一波啊 最後一波就是第十九波的時候啊 他自動把所有的錢吸過來 然後地板上可能也有100多200塊 所以應該是不會虧的 奇怪了這一波 是這一波是不是 這種小怪好像變比較硬 啊對了 我知道 後面那些總流怪在在搞事情 他們給他加了加了爭議 然後就搞的特別特別難打了 哎呀他給那個寶箱塊加加bub 然後變的特別硬 跑來跑去打不了 然後這裡我那麼高的運氣 都給我排的嗎 暴擊率或者是生命值 那我加暴擊率好了 暴擊可能傷害會高一點 有個馬鈴薯什麼都加一下 那我不太想要 200算了買吧 哈哈 還是買吧 哎來了這個生小孩的怪物 挺麻煩的 我來試試看看能不能追著他來打 我一想到是他 因為他會貼臉給你發出來 那個遠程攻擊 比較不好走 那以我們現在的攻擊力 應該可以把他殺掉 ok 搞定 好這一波哎又來一個急救包啊 我們前面是不是已經拿過一次了 然後我們再拿一個看看有多少 現在每一秒都回差不多12點 12滴的血應該死不了了吧今天 然後去這裡我再看看 那我再加上去好了 把他疊滿 然後哎呀哎 輔速度越慢 然後那個 那個生命值就 回的越快 然後我們來看看 現在 再買下去看有多少 哈哈哈哈 每一秒都可以回20點的血量 所以我就算 那個那個血條空了 五六秒就回滿了 厲害了 那我們再買這個啊 把剪刀都買一下 哎 哎完蛋 好像阿嘎失誤了 失誤了 我現在剩五把武器了 完蛋了 那我們就站在中間慢慢的打怪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走路也變慢 沒事影響不大 但是會影響我們去砍樹哦 哇兩隻牛頭怪一左一右的的夾攻哦 還好 如果我們不是那個回血走到那麼厲害的話 可能就被他們掌 夾死了 畫面開始模糊了 他剛開始 好像不太看得清楚距離在哪裡了 喂喂喂 有點 有點危險啊 等兩秒一秒 嘿沒事 哈哈 第十九波了原來 近距離傷害繼續加 哎 趕快買下買下來 然後我們再加一下 範圍範圍要加嗎 看到有什麼好東西就買一下唄 然後再加一下 生命值和再生 呵 哎還有加這個近距離傷害的 不錯哦 然後應該就沒錢買東西了 加工程學 哈哈 有 就錢還在不用還不用 哎 好了我知道了 原來他長期就是不管不管怎麼樣都是兩點兩點的 血量給你回的 然後就是如果你那個 回復速度增加了 然後他就兩滴兩滴 然後回的比較快而已 然後我們現在好像基本上 boss也打不死我 所以我不用擔心可以慢慢的走 然後我們如果那個血量掉下來了 就過去 去捅boss來回血 就ok了 血量是滿的 好捅死了一隻 這就是 哎又走遠了 好ok了 哈哈 打到後期剪輯就是輕鬆了 這個角色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然後聽網友的就是主要集中在於那個 再生還有吸血就好了 然後我們今天拿到吸血的血量 這個剪刀就是吸的最猛的那一把 吸百 七成的機率可以吸血 然後重點是我們每一秒都可以回 二十 二十滴的血 然後 簡直就是boss基本上已經打不死我了 當然還有一些運氣的就是剪到這個沙發 不過剪了之後我基本上就不用怎麼移動了 那今天就先打到這裡吧 打的還算是蠻順利的 如果喜歡的朋友記得點贊留言 跟阿嘎講一講 看你們想要看阿嘎打什麼角色或者是怎麼打 那先到這裡啦謝謝大家拜拜